大家好,我是游子 进入11月了 家里早上起来阴森森的 Sam说是烧火的时候了 他已经准备了一大袋一大袋的文件 今天外面天气特别好哦 但是早上房间里还是很冷的一个晚上下来了 晚上差不多65度啊 现在Sam把一把把信科账单 反正有家里名字银行名字的所有的单子 他都集中放在Tradio这个纸袋里 存了大半年的账单今天拿出来烧 那有的信科很硬啊 他就用我那个煤气枪对着他们打 所以火烧的旺旺的全部都变成灰了 我起来已经九点了烤烤火十点半了 我先把我的灶放一些chemical来给它清洗一下 我差不多半个月来给它喷一下 等二十分钟用纸一擦就增亮很干净的 今天我拿了一个大萝卜 准备一个萝卜二吃 先把头给它刨成丝 刨丝之前这萝卜我已经去掉皮了 所以是没有皮的 然后把这个萝卜啊 用粗盐把它好好的捏一下 然后转到小弯里 让它腌制一会儿 然后拿根胡萝卜去皮 也是把它刨成丝 然后转到小弯里备用 现在我把另外半个萝卜 给它切成对半开再对半开 然后切了一段段了 放点水 让它煮熟 水可以多放一点啊 接着我把浸泡了 大概有两三天了吧 这个海泽头 在胃上买的 给它切成一丝丝的 反正尽量切小吧 接着给它转到一个 搅拌玻璃碗里 备用 萝卜丝我腌制了差不多20分钟吧 然后用水冲掉这个盐分 再把它拧干 放到搅拌碗里 然后再放入胡萝卜 我放入盐 鸡精 还有一点点糖 放多少就看你自己的口味啊 然后加了一点点鲜酱油 然后用个小奶锅 烧了一锅油 浇下去 给它稍微拌一下啊 接着我还要放的是 麻油跟葱 葱你可以在浇油的时候放 但是我希望这个葱呢 能够生吃的 所以我没浇在这个热油上 麻油已经浇好了 现在给它搅拌一下 放入葱 你也可以放入一些香菜 因为我香菜没有 所以呢就放了一把葱 然后再给它好好的搅拌一下 凉拌海泽皮萝卜丝就做好了 吃的时候再把它转入小碗 这个凉拌萝卜丝就可以上桌了 那个萝卜也快熟了 但是我先要把今天要做的臭豆腐 我想清蒸 应该是要放一些毛豆的 但是我怕我吃不完 再说我发现这个臭豆腐啊 比较硬 有点像老豆腐 我不知道蒸出来会是什么样的 我就放了一点盐 放了一点鸡精 放了一点点糖 放了一点点鲜酱油 现在拿到蒸炸这个机器里边去蒸 我厨房的电坏了 所以这个蒸烤机我只能先放到这一边了 好像蛮远的 走了一长段路 才到了蒸炸机里 开210度20分钟 现在再来看看萝卜 用筷子搓一下啊 如果很容易搓进去了 就说明这个萝卜已经煮熟煮烂了 用不粘锅放一点点油 然后把萝卜放下去 记得这个水不要放 就光放萝卜 然后就这样干炒 这道菜是我妈妈教我的 她说萝卜这样做很好吃的 我以前它不舒服的时候我经常做 所以这道菜我很熟的 现在只要放一点点盐 再让它煸炒 就这样开着盖 让它把萝卜里的水分收干一些 现在可以给萝卜调味了 我放的是素的蚝油 这是我新买的一瓶蚝油 然后给它翻炒一下 接着再给它放一点点鲜酱油 再来翻炒一下 主要是要把这些全都炒熟炒香 看着萝卜把这些调料全都吸进去了 这个时候就把刚刚煮萝卜的这个汤倒下去 现在盖上盖 让它好好的煮一下 这个萝卜汤是很有营养的 所以千万不要倒掉 为什么要这样煮 那是我妈妈告诉我的 这样煮 这个萝卜才好吃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可以试着我这个方法煮一下哦 我是觉得这萝卜比肉还好吃呢 香得不得了 蚝油什么蚝油都可以的 鲜酱油就是外面买的鲜酱油 很简单就这两个调料 再有就是盐了 好了现在开盖 记得煮这个菜 油不能太少 但也不需要很多 最后放一大把葱 我这葱啊是冰冻的 我呢已经关火了 葱只是想要它有一点香味 所以葱不要让它煮得发黄 就用余火 来把它稍微翻炒一下 就可以起锅了 虽然我只用了半个萝卜 但是还是炒出来一大盆呢 一个萝卜做了两道菜 但是我一顿是绝对吃不完的 估计是要吃两天四顿 这两道菜 其实真的是我妈最喜欢的菜 妈妈的味道 永远不会忘记 我突然心心来炒 又去冰箱里 拿了几根油豆腐 想煮一个米粉 这个粉是什么啊 Sam在Casko里买的这个切里 这个切里里边有两包米粉 这个粉是 我在想应该这个切里是泰国人吃的吧 怎么会里边有粉 但他又不吃 那我也不想扔了 所以我拿了一罐鸡汤 还有牛肉 就是那个腌制的牛肉嘛 想准备做一个 想做一个米粉 但是也不想很多汤 也不想做得很干 我先拿了一包 但是我发现这一包只有一点点 我就又拿了一包 它一共里边有两包啊 我起了个油锅 拿了三条北根 然后把它剪刀 剪了一段段的 这个粉如果没有 肉好像不太香 放一点北根 哎 我相信 一定很香的 先把它放油里边 让它煎一下 把那个油 完全给它煎出来 这样 这个汤粉 就会很有味道了 嗯 煎到这样差不多了 现在把鸡汤 放下去 我又加了一点水 其实我是不太喜欢吃汤粉的 但是好像水还是不够 然后又把油豆腐跟那个粉 都放下去了 现在把它煮开 一会儿就煮开了 我打开一看 嗯 汤还是很多 我不想吃很多汤啊 我放了两包 我从上海带来的 这个汤料 大家都说 哎呀 这个汤料里边有好多chemical啊 什么的 哎呀 无耳吃了 我相信 不可能 就把你给吃死啊 这些东西啊 我是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少吃没问题的 然后我又放了一包 这个粉 因为我觉得汤太多了 我不太喜欢喝汤 但是没想到 两包放进去以后 我再打开一看 粉 把那个鸡汤 汤料 全都吸进去了 哎呀 我现在得赶紧把它们盛出来啊 我又放了 这个牛肉 这个时候我已经关火了 只是用余热 嗯 还在那边煮 最后 我想想味道还不够浓 又放了一把 韩国的泡菜 泡菜我没切 因为我喜欢饺 你也可以把它切成一丝丝的 我跟你说 你想象一下 这碗粉有多好吃吗 我跟你说 太好吃了 绝了 我告诉你 你可以试试哦 把家里所有有味道的菜 都往里边扔 但是 那么多 怎么可能吃得完 我想 我又得要吃两天呢 我成了这样的碗 三碗 准备一碗中午吃 一碗晚上吃 还有一碗明天吃 都不多 就是碗底这么一点 主食 这已经很够了 再来看看我的臭豆腐 我一打开烤箱门 哎呀 一股臭味啊 但是 好香啊 我觉得 我觉得啊 这个蒸根尖啊 就是一个臭味的长短问题 都臭的 绝对不可能 不臭 三米金在那边吃啊 他吃的 菜 跟我的菜完全不一样的 我让他吃萝卜 他说 smell I don't want it 臭豆腐 No I don't want it 然后 昨天还剩下一些焦白啊 还有辣椒 我根本就问都没问他 那臭豆腐 要按照上海人的吃法呢 就这样把它拧碎 让它拌一下 因为下面有汤料啊 但是 我错了 这个臭豆腐啊 不像上海的臭豆腐 很嫩的 这个臭豆腐 就是跟老豆腐一样 嗯 我就想了 这顿吃完了以后 我到 煎锅里把它煎了 煎了以后 我相信 还是会很好吃的 但是 今天我有萝卜 跟萝卜丝 还有焦白 哎呀 够了够了 没有臭豆腐 我这一顿也已经够多 食物够丰富的了 我第一口 吃的就是臭豆腐 味道很不错 但是 嗯 到底还是嫩的豆腐好吃 这个是 有点老啊 我吃了大概 有两块到三块吧 因为 大概是因为油煎 更好吃吧 那萝卜丝拌 海泽皮 就没话说了 很好吃了 哇 萝卜 太好吃了 再来一口 哇 还想吃一口 我连吃三口啊 没有 我还是去吃了那个豆腐 我跟你说 萝卜吃了蛮多的 我大概吃掉 三分之一吧 然后那个粉 吃了一半 虽然不多 因为那个萝卜 实在是太好吃了 它是所有的菜里面最好吃的 然后那个牛肉啊 就是那个腌制的 哦 有网友给我留言 他说这个好像是火鸡吧 不是的啊 我去网上查了 这个是Beef 他写得很清楚的 成分 第一个 就是 牛肉 然后Sam说 火鸡没有这样做的 颜色是有点像 红红的 他说绝对不是的 就是牛肉 他说来美国吃了 快有五十年了吧 怎么可能吃错啊 火鸡是火鸡的味道 牛肉是牛肉的味道 所以 跟你们说 这个是牛肉 不是火鸡 吃了两颗红莓素 我人感觉好像舒服多了 肚子饿得不得了 不知道是因为 红莓素硝烟的关系 还是我 来胃口啦 好吧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你的关注